国际军事比赛是俄罗斯国防部发起并主导的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 从2013年开始 每年一次 下午13时开幕式开始 开幕式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防部长邵伊古的陪同下出席并进行现场致辞 普京表示 国际军事比赛是检验各参与方战术训练及武器装备掌握情况的契机 正在为发展各参赛国军队交流互信及伙伴关系做出巨大贡献 有助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 随后 俄方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按照赛程安排 闭幕式将于莫斯科时间9月4号在爱国者公园举行 坦克两项坦克车组比赛 鄂尔布鲁士之环山地步兵分队比赛 创作近演文艺节目比赛已于22号率先开赛